好 我們一齊看 正中間 不如這樣 我們又有一個 很高的年紀 一般很大 我想港姐都是這樣的 都是有大有小 因為我們的年齡限制是這麼多 他們就會在那裡選擇 其實眾多的是年輕的人 我們都不敢選太年輕的人 因為可能有了第一集的經驗 很多小朋友都想來參加 尤其是男生 我們都斷了一些男生 不如再過一兩年吧 因為男生是在轉聲 我們曾經試過有些參賽 來的時候的聲音不錯 結果唱一唱一唱一唱 原來他們是在轉聲 所以為何大家覺得 第一集好像女生表現好些 其實是因為女生沒有轉聲的問題 所以我們盡量男生都是成熟些 都超過20歲 所謂女生的小朋友多些 因為女生會比較穩定 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見過23位參賽者 是否有信心他們可以超越Gigi 其實很難說 Gigi也是慢慢一路追上來的 其實現在都看到這群人的變化 初初他們來參賽的時候 我們覺得 糟了好像沒有第一年那麼好 但隨著時間的改變 還有我們不斷都找導師去訓練他們 還有他們開始定一點 沒有那麼驚訝 還有他們的友誼增長了 對整個比賽的賽制 他們已經放輕了很多 他們反而覺得是交流多了 我覺得這個是對他們的心態 是有進步的 因而這樣 他們就會放鬆一點 把一些水準出來 這個原來第一集裡面 就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有信心 他們進入比賽的過程裡面 大家會見到他們 是逐漸會變好 是去到 我想月後 大家會看到他們真正的實力